我知道什么叫肥胖 我认为有数据的 我回来自己计算一下 发觉别人都说肥胖 不用说了 看我肚腩就知道超磅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很自然想起还有运动 减食 坊间流传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你不要吃淀粉质 骨骗就瘦了 我说是吗 第二就是做运动 当然要去举铁 做运动 是否这些方法 但我认为自己越做越肥 第一个饮食方面 你不吃淀粉质 这是比较粗略的说法 我们建议不要吃高升糖指数的食物 英文叫做GI 高升糖食物 例如一些 蒸糖 或者是一些甜品 或者是一些 饮品 很多糖分 白糖的 或者是粥 那些吃下去很容易消化 血糖会升得很快的 那些叫高升糖指数 其实不建议吃太多 就算没有糖尿的人 正常的人都不应该吃 原来我吃饭和吃粥都会不同 不同的 升糖和快慢不一样 快慢不一样的 吃糙米饭和白饭 吃白饭和吃粥都不一样的 如果要升得很快的 很快就吸收了变成脂肪 或者是高能量的 反而令你身体 吃醋米 比起吃碗白粥 想吃白粥稀一点 没有太多饭 反而升糖会快一点 升糖会快一点 升糖会快一点 跌又快一点 它会有多变成脂肪 有一个很复杂的方法 John可以问一些内科的医生 他们会有详细解释 那些变化是怎样的 原来食物除了不要吃升糖指数高的食物 还要吃 我看演唱会 刘华说这个包很久没吃了 这是瘦包 我们可以断了一些碳水化合物 升糖会不会吃 或者尽量吃少 是不是对健康有没有影响 要多少少是少 或者什么是适量 其实低升糖指数的食物 很多都是碳水化合物 不过它会比较慢 很多人吸收得比较慢 亦是血糖不会那么削 但是其实我们也不建议 完全削除所有的淀粉质 因为始终每天的需要 尤其是有些人不适合 完全没有淀粉质 譬如说是怀人中的妇女 或者是玩鸡 或者是小朋友 老人家 其实他们都需要有一个平衡 当然你说有很多减肥 我完全不吃卡的 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的 只是吃酸素的 当然要咨询营养师的意见 明白 好 刚才说了 饮食我们要很小心 要懂得找适合食物 要咨询专家门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做运动 我听到做运动 跑一步 跑一步 或者游泳 他说会适应 每个星期 每天就很难 每个星期游两次水 半个小时 他说不是 或者你跑一段时间 你做一段时间 你身体适应后 你的效果会变差 其实我们应该如何做 在运动这些方面 如何做到的效果 我做了一段时间 发觉有没有什么效果 值得多了 运动有分两类的运动 刚才你之前说过 我举铁 为何举铁 好像肚腩更大了 第二类运动 就是你刚刚所说 跑步游泳这些运动 跑步游泳这些运动 属于大洋运动 就是我们需要 燃烧多些能量 但是第一类运动 即举铁的那些 其实是令到我们肌肉 就是操练了 和重新体育 其实是不同的类型 效果都不同 效果不同 其实如果你说 要减重 通常就是 说是消脂运动为主 但是当然 是重新体育的运动 都需要的 因为重新体育之后 新陈代謝率 快一点的时候 它需要的能量 即是身体每日 需要的能量高一点 亦都会容易减绑 但是消脂运动 就是直接去令到 身体燃烧脂肪 但是 你刚才就说了 会不会做一下 好像纯了 好像没有反应 可能跟我估计 可能和肌肉的 惯性 惯性有关的 当你每日 操练同一个运动的时候 你的肌肉都会 好了 即是你所需要的 大力了 或者大胜了 大胜了的时候 你所消耗的能量 就会少了 所以就可能 譬如 一向跑开五公里 可能慢慢要去到十公里 然后再慢慢 你升完后 就去半马 即是这样 是不停地推动 这样的